iPhone 11系列发布后 这代产品可以说没有带来太大的改进 总体可以称它仍是上一代的增强版本 而现在更多人已经逐渐将目光转向了2020年里发布的iPhone 这一系列产品最终将带来与众不同的设计和5G网络的支持 关于2.20款iPhone究竟会带来哪些特色与不同 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最近的一些泄露和曝光的消息 来自最新郭明慈的说法称 平公司计划在2020年里推出的iPhone将不仅只有三款 也不是四款而是五款产品 当然这也包括有被确定存在的iPhone SE2 具体这五款产品都有什么型号规格 来自郭明慈描述称 2020年上半年将出现一款4.7英寸为LCD屏幕的iPhone SE2 随后是5.10英寸的iPhone 再接着是两个6.1英寸和一个6.7英寸的iPhone 在这其中一个6.1英寸和一个6.7英寸的iPhone 是高端OLED产品线 它们分别是iPhone 12 Pro和iPhone 12 Pro Max 整体上这五款产品规格分别为 iPhone SE2为4.7英寸LCD材质屏幕 单后置镜头不支持5G网络功能 5.4英寸的iPhone 12为OLED屏幕 双后置摄像头支持5G网络功能 6.1英寸的iPhone 12同为OLED屏幕 也提供双后摄像头并支持5G网络 最后的两款产品为iPhone 12 Pro系列 iPhone 12 Pro 6.1英寸 拥有OLED屏幕后置四摄 三颗主要镜头加一颗TOF镜头 支持5G网络 iPhone 12 Pro Max 6.7英寸 OLED屏幕后置四摄 同为三颗主要镜头加一颗TOF镜头 支持5G网络 截至现在已经有行业分析师和几份报告指出 2020款iPhone的确可能在屏幕尺寸 行后规格以及卫星设计有一定的变化 最重要的其中一个特征是来自它的泄露主板的变化 其采用决心的主板设计 大幅缩小机身内部空间体积占用 从而使电池空间增大 续航体身 机身也进一步变薄 来自韩国媒体网站的报告提到 2020款iPhone可能具有定制的主板电路模块 该模块的体积和厚度将是iPhone 12的电路模块变小 最终实现空间占用大幅缩小 网站拥用的业内消息称 以前iPhone上的电路主板载入空间极大 长度在50毫米厚度在1.8毫米 而现在新的主板电路长度仅有26毫米 厚度更是仅有1毫米 整体实现空间体积缩小 幅度接近50% 另外该电路主板模块将由韩国的一家ATM半导体公司提供 它还能实现电池保护 电路有助于防止过度充电和过度放电 现在ATM半导体公司电路主板据说已经向三星提供 并用于三星S11身上 而苹果将是下一个采购者 现在有媒体网站最新爆料称 下一代iPhone将继续使用OLED屏幕 但会在其中新增一项功能 它被命名为带有Promotion技术的OLED屏幕 解释它将具有更多特色功能与极佳的显示效果 最终这一变化或许将成为下一代iPhone系列最值的关注的地方 iPhone 11 Pro系列发布其采用了新超市网膜XDR屏幕 面板同为OLED的材质 它虽然看起来很好 但相比iPhone 12系列的Promotion功能的屏幕 最直观的区别就是缺少了120Hz的屏幕刷新率功能 这要比当前主流的1加7Pro或者是谷歌Pixel 市中看到的屏幕刷新率90Hz又高出以前 而当前iPhone 11 Pro系列仅为60Hz的屏幕刷新率 到2020年90Hz屏幕刷新率或者更高的屏幕刷新率 将会成为主流趋势 如果借iPhone 12的屏幕刷新率 承用120Hz 这将使用户有非常好的体验 它能更适合玩游戏或者是浏览页面 而对于多媒体影音播放 你更是能直观的区分出 它们是30帧、60帧或者是更高帧数率的视频 关于以上介绍的Promotion技术 其屏幕公司在发布2017款iPad Pro平板中 已经使用了该技术 不过这一系列技术应用在NCD材质面板上 而新的iPhone 12则是OLED面板加持 今日还有消息称 屏幕公司正在考虑2020款iPhone的120Hz屏幕刷新率 最终三星和NG将与苹果完成相关该技术的应用研发 有报道称 屏幕公司计划在2020年推出的iPhone上使用高通的超声波指纹传感器 最晚也会在2021年 该组件提供商来自台湾公司GNS与高通的合作 另外分辞郭明慈以及彭博社和其他人士有发表过的描述也与上面描述一致 这就可以肯定的是iPhone 129有可能配备屏下指纹解锁 屏下指纹解锁传感器方案 现在有两种类型 包括光学传感器和超声波传感器 光学传感器形式取决于智能手机屏幕以光创建指纹2D图像 而超声波传感器它们是使用高频声音生成指纹的3D图像 两者相比后者的优势更明显 与此同时高通在夏威夷的第三届技术峰会发布了新的超声波指纹扫描仪 这个新的传感器将实现更大区域内解锁 理论上这个指纹扫描仪尺寸为20毫米乘30毫米 据说比上一代大了17倍 届时苹果公司将在2020年或2021年发布 具有该传感器的评价指纹解锁和带有Face ID传感器的iPhone 12 当前的iPhone 11系列已经具有了强大的A13仿生系统芯片 尽管功能强大 但苹果已经在为其明年推出的iPhone 12产品线开发下一代处理器 一份新的报告称 苹果公司已经收到了 上位发布iPhone的下一代CPU的生产工程样品 原型芯片可以命名为A14 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新的芯片将采用革命性的5纳米制造工艺生产 据报道这些芯片含由台积电代工生产 尽管该报告目前尚未得到证实 但苹果公司可能会在下一代iPhone开发中深入研究 此外,鉴于华为是当今世界上第一个使用EUV光刻工艺制造手机芯片的公司 因此苹果肯定会尝试并采用新的制造工艺 以为iPhone制造更好更快更节能的处理器 苹果公司在生产苹果方面一直有个习惯 这包括大多数组件 更具体的说,包括处理器 其同样中旬这一过程 开发了自己的处理器微体系结构 用于像i13这样复杂的芯片 从而最终使iPhone在实际环境中运行更为流畅 现在除了一系列高端的2020款iPhone外 iPhone SE2也是一部分用户群体所关注的 iPhone SE2的推出即将是平公司的一款入门低端产品 它预估在2020年上半年期间推出 根据现在的泄露说法 所谓的iPhone SE2其与iPhone 8设计有一定的相似之处 可以说iPhone SE2是iPhone 8的组合式设计 并且该设备将保留一些 线线拥有的组件和功能 例如具有相同宽的边框 4.7英寸的NCD屏幕后置单小偷同时保留Touch ID 但它的优势是具有更快的i13芯片和3GB的用处 最终这款产品定为小屏入门级别 屏公司更希望iPhone SE2在中国和印度等重要的市场上 能很好的销售 其能与华为、三星在某些国家地区实现空缺市场竞争 iPhone SE2的出现 它很可能是那些正在使用iPhone 6 或者是iPhone 7系列用户的最佳理想构机选择 也有分析师认为 预估iPhone SE2发布售价会在399美元起步 好了,今天的内容就这么多 欢迎关注、点赞和留言互动 下期内容我们再见 thanks thanks to my guy, for now take a look and see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